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5日 新冠肺炎的疫情到現在這麼多個月 到底這個病有得醫美呢? 我們看看世衛組織的報告 這是世衛組織的網頁 上面其中有一點是說 現在到底有沒有疫苗、藥或者治療方法呢? 這是世衛正式的答案就是 暫時來說是未有任何藥物 可以避免或者治療這個病 不過不要緊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臨床的實驗 已經在做了 包括西方和傳統的醫藥都有 如果暫時未有藥醫的話 到底現在如果不幸 染病入院到底是做什麼呢? 我們看看香港的網站 香港的網站在這一方面 其實會比較適合市民看 因為世衛網站可能是專業太多 最主要的目標都是給專業人士看的 這裡就說到 新冠肺炎是怎樣醫治 說得很清楚 暫時最主要的醫治方法就是支援 什麼叫支援呢? 發燒和你退燒 發炎和你消炎 這些就叫支援 最主要都是給你盡量多些休息 用自體的免疫力去治療 不過大家可能聽到這裡會覺得很奇怪 咦?沒有藥醫?沒有理由的 因為明明記得之前特朗普總統很大聲地說 這個病是有藥醫的 而且一直在鼓勵別人去吃一種藥 沒錯 這個就是3月份 特朗普總統做出來的公佈 就是說一種藥叫Hydroxychloroquine 很有可能可以成為對抗新冠肺炎疫情 一個很重要的藥物 那麼這種藥是怎樣來的呢? 本身就是用來對付藥質用的 那麼他甚至也說 也說到在他的宣言裡面也說到 美國的FDA藥物及食物管理局 已經是批准了這種藥 來處理新冠肺炎的了 那麼事實上到底是不是呢? 那麼在BBC就有3月 5月份有一個報告 就是說新冠肺炎和Hydroxychloroquine 中間我們到底知道什麼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到底這一種是否這麼安全可以使用的藥呢? 其實是不是的 因為事實上在專業世界裡面 對這一種藥物是有點擔憂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醫傷風的藥 未必可以用來醫肚痛 你醫癌症的藥 還不可以用來吃醫傷風咳 那麼其實這一種藥就是用來 醫藥疾 又為什麼突然之間拉過去 他醫治這個病毒的病 因為藥是寄生蟲 所以這裡有點奇怪 而社會組織也提出他們擔憂 因為有很多人自己用這種藥 而結果是令到他們受到很大的傷害 那麼到底有沒有實質的證據 是說這一種藥是真的對 新冠肺炎是有醫治的作用呢? 暫時來說 除了特朗普總統他在報告裡說出來之外 暫時沒有任何科學的實證 沒有任何科學的實證 其實他又不是一個科學家 他怎樣可以得到這個結論呢? 這是小弟覺得相當有趣的地方 也是最不明白的地方之一 不過因為他是總統先生的關係 既然是總統先生說話一定有力 所以在他三月份宣佈了這隻藥 有可能改變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時候 馬上就一大堆人去買來吃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一下子飆升了很多 然後不知道什麼理由 慢慢淡回來了 至於特朗普總統他說 這藥已經經FDA批准了 是不是呢? FDA其實不是正式批准的 他說在危急情況下 可以暫時使用 而且他只是說在部分 沒有說到多少 在部分確診的病徵才可以使用 好了 結果是怎樣呢? 其實在四月份的時候 已經出了一個簡單的報告出來 這個報告是一個比較細規模的報告 就是說這隻藥對新冠肺炎是沒有用的 真的喔 是真的說沒有用的 那他在這裡就是一個測試 結果在四月二十一日就刊登了一個報告 甚至說這隻藥可能會導致更多病人因為新冠肺炎死了 4月二十二日的報告 但是結果5月19日 特朗普總統 見記者的時候 還在說什麼呢? 他說他現在仍然是在吃這隻藥 這隻藥呢 Hydroxychloroquine 還有現在他再加一隻了 就是吃了一隻 紅斑狼瘡的藥 喂 大哥你作為一個總統 你真是神龍試嗎?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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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而且呢 這些病根本完全沒有拉姦的 藥疾是一個寄生蟲引致的病 紅斑狼瘡是自體免疫力的失調 大家和一個病毒的病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這件事情 我真是不知道 特朗普總統 為什麼對這件事情這麼 這麼有信心 而且還這麼熱衷去推廣 小弟真是不敢說 那其實呢 雖然特朗普總統一直是這麼推 但是呢 在美國的醫護當局的專業人士 仍然對這隻藥是非常小心的 那所以呢 一路一路都是繼續在做測試 在做實驗的 那然後 結果有了 這個結果呢 其實看上去 標題都很震撼的 這次的測試呢 已經在九萬六千個病人上測試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之大規模的測試 而且這個測試呢 就是分成有些病人用這隻藥 有些就不用 然後結果如何呢 就發覺呢 原來特朗普總統在推廣的 這一隻抗藥疾的藥呢 反而令到新冠肺炎的病人死得更多了 其實四月份已經有個報告呢 說這一隻藥呢 其實可能在殺病人的 但是結果呢 是沒有理會 繼續用 它繼續推 然後呢 現在證實了 就真的會更加多人因為這件事而死 為什麼呢 就因為Hydrocycoroquin 就是它本身有一個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呢 就是會影響病人的心律 心律不正呢 就很容易導致它是因為心臟衰竭而死亡 那所以呢 很多的死亡率呢 就是來自這裏 那而且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 如果是這一隻藥呢 已經是有個 正式的結果出來了 就是如果是用Hydrocycoroquin的話呢 有用的那邊 和沒有用的那邊去比較呢 就是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死亡率提升 就是多了三成多的病人 是因為這樣而過身 那其中呢 甚至呢 甚至呢 是有用和沒有用兩邊比較呢 有用那邊呢 因為心臟心律不正 而 嚴重的心律不正 導致它有這個病徵出現呢 是有百分之一百三十七 就是比沒有用那邊呢 是多了1.3倍 如果它是同時呢 用Hydrocycoroquin 和抗生素的話呢 這個也是特朗普總統呢 一直在背書中的治療方法 情況變得更嚴重 死亡的機會呢 上升了接近一半 百分之四十五 而 它們因為這樣而導致它有嚴重的心律不正呢 是更加上升了四倍 那其實呢 特朗普總統呢 一直不斷推這一點 第一 四月份已經發現了這個 這個對病人的病情 是完全無效 第二 就是現在來到五月底了 最新的研究報告出來 反而是發覺因為這樣呢 更加多病人是因為病而死 那就是說 這一個是完全沒有用 它到底為何會推一隻這樣的藥出來呢 它有什麼科學的理據呢 小弟完全不知道 它也沒有解釋到 但是呢 我們呢 可以由很多不同的報道 去猜一猜它為何會推這隻藥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在四月份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有一個呢 法國的諾貝爾得獎者 它呢 就是說 這隻病毒應該是人工合成的 當然啦 它當時呢 就說在武漢那裏做 但是小弟呢 也早前有條片呢 跟大家分析了 它說這隻病毒應該是人工合成 這個是它的專業判斷 它說這隻病毒在武漢做 這個是它的猜測 我們一定要懂得分判斷和猜測的分別 我們不要看猜測的部分 我們只是看判斷的部分 它呢 為什麼會判斷說這隻病毒呢 是人工合成呢 因為它在病毒裡面找到一些 它看得很熟的基因資料 這些基因資料是來自愛知病毒 因為這位呢 本身就是研究愛知病毒 而拿到諾貝爾獎的學者來的 還有呢 它是發覺呢 它的基因資料在藥質上面都有 所以呢 其實呢 這隻病毒裡面 有藥質和愛知病毒的基因資料 我不知道是不是呢 特朗普總統看到 咦 有藥質的基因資料 可能抗藥質的藥會有效 不敢肯定它是不是因為這樣而來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這一段說話是4月20號 法國的諾貝爾得獎者才發出來的 但是剛才大家看過了 特朗普總統是何時開始推這個藥的 沒錯 3月份 3月份呢 他已經開始推 那為什麼呢 還沒有科學家說這件事 而他已經知道了呢 所以小弟一直都說 美國政府 是不是知道給我們更加多少少東西呢 而他的少少東西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會不會是因為呢 他們之前呢 研究了一隻 合成的病毒 會不會就是這隻病毒呢 小弟不敢說 但是呢 這件事實在相當可疑 第二件事呢 小弟呢 就想 會不會是因為錢的關係啊 因為大家知道呢 特朗普總統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商人 商人呢 腦中呢 任何機會他都會看到一個賺錢的機會的 會不會是因為他手下有投資在做這隻藥呢 那找了少少資料呢 就 在這裏呢 就有說到呢 原來呢 他手下呢 真的有投資在做這隻藥的 不過這個投資其實並不多 只是他自己投資的很少部分 那就是一間法國的藥廠來的 那就是做這隻Hydroxychloroquine的藥 他的正式的出售的名字呢 叫做Praconil 應該是這樣讀的 應該是法文來的 叫做Praconil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實呢 他未必是因為錢 但是如果他 現在可以找到的資料呢 就是他 這間藥廠呢 他只是佔有一小部分的股權而已 那所以呢 不是很大的錢來的 但是呢 他剛剛新近做了一個舉動 是非常之奇怪的 就是呢 在美國呢 就是已經批了 有三億幾美金 就是去買一些呢 處理新冠肺炎的藥 和一些基本的藥物的 的成份 因為呢 他要把藥的生產呢 大部分藥的生產呢 希望搬回美國 因為現在他覺得呢 被中國呢 拿了95%藥物的 藥物成份的生產 所以他覺得不安全 他想搬回美國 那所以呢 他第一步呢 就是批了三億幾美金的訂單 給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是維珍尼亞 但是很有趣 這間公司呢 是一間全新的公司 是啊 大家沒有聽錯 是一間全新的公司 佔了三億幾美金的生意 美國這麼多藥廠 這麼多生產 為什麼他一定要給一間全新的公司呢 在中間這裏呢 到底他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有沒有私人的理由去做這個決定呢 小弟不敢亂猜 但是呢 我覺得呢 這個問題絕對是我們值得挖下去的 整件事他為什麼可以一直推一個 抗藥疾的藥愛來醫生冠肺炎 還有呢 他為什麼提出來的 會是 更加在科學家有任何證據提出之前 他已經是強調這件事有機會做到 甚至現在呢 已經是發覺很多科學家的實證都 驗了出來 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而且更加有害 他還是繼續堅持下去 到底為了什麼理由呢 是因為他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還是因為他本身在這裏有利益方面的考慮呢 這個小弟不知道 所以我們最好呢 密切再留意一下 接下來的報道 看看有沒有呢 一些人呢 可以在背後挖到更加多的資料出來 更加多的故事出來 那其實 直至現在為止呢 美國的情況真的非常之嚴重的 這個是今天最新的數據 160萬人染病 接近10萬人已經死亡 但是呢 最令人擔心是他的傳遇率很低 現在只有45萬人是醫好了 如果我們拿一部計算機出來 這個呢 是百分之26.8 三成都不夠的人醫好 很多個月了 其實這個病到現在都沒有藥醫 我們也不可以怪醫護人員 但是呢 我們很正常地會去想 如果有些人是做某件事 做得更加好的 是不是應該大家 未懂做那件事 都應該走去向他借一借鏡 我相信呢 在人世間一樣 是非常之正常的事 是不是 例如好像我們讀書的時候 不懂得計算數 都問一下有沒有身邊 有沒有同學 同學懂計算的話 走去請教一下他 應該怎樣做法 是不是很正常呢 那麼正常的事情 有沒有做到呢 其實 又看不到 因為呢 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最初在武漢那邊 發現過源頭 發現過病源的 而且呢 在中國裡面 其實疫情已經很大程度上 受到控制了 我們看看呢 直至今天 中國的最新的數字 百萬二千多人染病而已 死亡人數只有四千六百多 而最重要呢 是存餘的人數 是七萬八千多人 就是說呢 除了真的 不幸運過世之外 差不多百分百已經治好了 這個治癒率呢 是去到百分之九十四點三 既然中國做得這麼成功 這麼出色 為什麼不向中國取經呢 為什麼有得他自己呢 病人還有七成多 繼續躺在醫院呢 這個 原來 最主要的問題 是一個 是因為一個門戶之見的問題 好像Nature雜誌呢 他呢 已經呢 作出了一個新聞 五月頭的新聞 來的 就說呢 中國呢 是在推廣中 醫治新冠肺炎的方法 而這個方法呢 是基於一些 還未證實的傳統醫藥 在內文裡面呢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就是中國政府呢 就是呢 現在一直在推廣中 用傳統的中醫方法呢 去醫治新冠肺炎 甚至呢 就已經是向很多呢 接受中國幫助的國家呢 是提供這些方法的 輸出 去幫助其他國家的 但是 很多科學家 當然呢 這些科學家不是學中醫的 他們是學西醫的 那麼他們呢 就說呢 這個 去 用一些呢 還未證實是安全 而且有效的治療方法 是非常危險的 喂 大哥 老實說 你們可以接受 FDA也可以接受 用一些完全未有科學實證的藥 去試 而且證實了 已經是無效和有害 都繼續在用 為什麼呢 對於中醫他們會這麼抗拒呢 簡單兩個字說 就是 門戶 因為呢 其實如果他們 標明現在最新的科技 而突然之間 用一個 傳統在中國已經傳了幾千年的技術 去醫治新冠肺炎 去醫治新冠肺炎 他們會覺得有一件事 是很大的損失 這件事是他的面子 整個醫學界 整個西醫學界 他們的面子 放在哪裡呢 但是病人 不是在醫生來說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考慮嗎 現在看著病人醫不好 甚至死亡率極高的時候 面子有什麼那麼重要呢 為什麼不可以真的 大家真的聰誠些 去開放些 看看不同的治療方式 有沒有可能可以處理到這個病呢 其實中醫來說 這個只不過是季節之間轉換的瘟病 其實呢 如果是以我們中醫的理論 一向我們醫治任何的傳染疾病 其實都是顧本陪緣 改善好自己的抵抗力 令到身體自己去打勝這場仗 其實和現在的所謂支援治療 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西方的醫學界 一直都不肯接受這件事呢 還有一個實證 這個實證是什麼呢 整個中國的疫情就是給中醫 和西醫聯手去搞定 這樣也不算是實證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唉 好 今次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再參與小弟 下一個討論的話呢 很歡迎大家訂閱了這個免費的頻道 和按了小鈴鐺 那當小弟再錄下一個影片 大家會馬上收到通知的了 如果是喜歡這次小弟的分享 請把這個視頻 按一按那個 那個 轉傳鍵 把它轉給你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接收到這些信息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我啦 給我轉回來 我要查一下 我看你 我承認 我 我 跟 很 我 我 好